欢迎观新住民的情侯 越来越多为地团担来都关的文化 也没想到就来结合都关学习安排相关的课程 当日就来各小在在四年多前 生日新住民学习中心 除了基盘文化列车 主动跟其他学习来提供都关文化 这一课程也来到欧本社区 了解到活跃过新的生态风景 也学习制作枸枸的料理 以及加工连接都难记住 每个四天的时间 就让小朋友在到中心的文化地上 准备要提供给更多人知道 小米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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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金酒的香气 小朋友等在做的就是 美国家流行者的思绪 有香蕉跟蚤 麦片 葡萄干 葡萄干 香蕉麦片 葡萄干 有点 是吗 那西方国家的文化 东方国家 甚至是我们在地的生活前景 也是这段准备 成为 渡完文化提供人员 因素买好的课程 取各国的 比较经典一点的 然后他们也比较知道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考量的理由是 他们要回去也很好操作 对如果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法式料理 那他们回去根本 没有办法 融回他们家里的生活 我们希望 所有的课程 其实是可以带回家的 小朋友可以先从 新住民很多不同面向 背景文化来做认识 那接下来我们 培训小朋友当 小小兼兵 就他们可以 当导览 那当然 有客人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介绍给客人 在学校所展示的这些物品 他的原有 还有他的一些背景这样子 有男生的啊 不要用东西 要啦 你要用一套啊 当方传统学中看起来很小 但是还有担拔不像 老师让朋友套过的七千 一面刚睡的机充的差别 让朋友勤勉 各个的文化在习 穿着来跟台湾里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图案 主要是图案 然后就是 也没有 也没有这种帽子 你想画的 也是用彩色 过年在台湾就是 做人在在的帽子 不过在外南 就是生活中 细细细细细细细的东西 我们新住民来这边 来台湾这边 想到越南家乡 也可以带这个斗笠 然后 它可以当那个舞剧 就是我们跳舞也可以带这个斗笠 看到这个斗笠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越南家乡一样 画好这个你们想要什么时候带 放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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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料的时候会带 透过有情心提炎 跟亲小朋友对各个文化的影响 这点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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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